好同學 那我們先把椅面做一個增厚的動作 加厚到底在哪裡 加厚在這裡 就是插入填料加厚 然後你的厚度是用這個來計算的 那你有看到這個厚度 我們大概給8左右 這個可以改 然後它有分成三種方向 有上中下三種 那假設我們先置中 置中 接著來做圓角 圓角的原則是 靠近上面是比較大 背面比較小 所以同學我們現在就是 點擊這個邊緣 然後讓它完全預覽 這個完全預覽 然後 假設這裡是10 OK啦 那背面比較短一點 你看第一個圓角已經做好了 第二個圓角的話呢 是比較 薄的圓角 通常選這裡 這個就不能使得這少一點喔 譬如說2 3都可以 就是讓它形成一個 比較細的邊緣 好那我們先做到這裡喔 通常看到邊緣呢 就會有一個光滑的效果 好現在畫面給你 這是第一個進度 下一個動作 通常看一下 它底下呢 會有四個接觸點 做出來會變這樣 因為只有這個才能承接一角嘛 承接四隻角 好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畫出來喔 這裡有數據可以看 先建立低於上基準面20的面 那個就是我們在畫這個草圖的位置面 好同學從這裡開始喔 同學呢建立一個參考基準面 同學呢選擇上基準面 然後它這樣往上跑對不對 我們給它做一個反轉偏移 然後距離只有20沒有那麼遠喔這樣 好這個已經完成了喔 這個距離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呢我們來畫一個草圖 畫這裡 新的喔 然後同學呢 你可以看到 所有數據我都有秀喔 你就隨便選這個中線 畫出一個任意的矩形 那這個其實是要正方形 所以同學選這一條 搭配這一條做一個等長 這樣就是正方形的嘛 接著 標註這裡的長度 是155 然後 這裡跟這個圓點的距離 是195 他會跑上去嘛 同學看到這裡 155 190 打錯 190 然後 還要再偏移15出去 所以我們這裡還要做個修正 不是195是190 然後同學偏移怎麼做 偏移有偏移突圓 專屬的指令在這裡 同學就點一條 因為你在畫的時候 他是一整個矩形 他一次就幫你做全部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距離要改對 改15 這樣子就達到我們要的喔 接下來呢 我們把四個圓畫出來 可是在畫之前 先把這個線呢 變成建構 因為他是一個框架 他不是實線喔 同學把它圈起來 然後 這個同學有做過了喔 把幾何 建構線 先點開再重點 他就會變成虛線 然後我們再畫四個圓就完成了喔 從這個角落 這個大小一定是剛好 跟這個勾一樣寬嘛 所以通常直接相切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畫完 這個近色不會比較快 你就把它點完 請注意喔 在畫的時候 一定要剛好鎖住這裡 不然他不會對稱 鎖住這個角落到這裡 同學如果變黑喔 代表說他是完全鎖定 這樣就完成了喔 同學我們現在畫好之後 先打勾 接著喔 這四個圓喔 要剛好長到他的背面 椅背的弧形背面 那就生長而已啊 可是你剛才草圖 如果有錯誤 當然會做不出來 沒有錯誤 直接就完成了 我們生長的時候 不要單選一個圓 要選整個草圖 他就往上長 長到哪裡呢 你長到埋進去 這個是沒辦法描述的喔 長到埋進去的選項叫做 成型至下一面 他自己會去抓 你放心 成型至下一面 你看喔 不管你那多彎 他都會去抓到 我們先做到這裡喔 變這樣 你看他四邊都抓到 圓角跟形狀等下再做喔 先做到這裡畫面還給你 這個好了之後 同學要這裡要做支撐圓角 下面這裡 同學給一個圓角喔 合適的值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還是要完全預覽 去點擊這個邊緣 通常看到這是2 2太少了喔 譬如說也是8 那我們把它點完喔 原則就是你不可以大到喔 侵犯到下面的造型 其他都可以 他有這個形狀就會做結合的支撐嘛 好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我們的椅面喔 暫時到這裡告一段落 那下半部 這裡也有一個圓角喔 這順便做一下 因為最後的要挖洞 這個一樣是小圓角 同學這個大概譬如說2 這把它做完喔 好這完成之後請存檔 我這個就暫時做到這裡就好 我先存一下 檔案另存 那你看怎麼命名嘛 那假設我把它叫1A 下一個的話呢 同學呢請注意一下喔 我們需要做 椅角的部分 椅角喔 你必須要有下面這個 草圖面 剛才看到這個面 要有這個面 然後搭配地上呢 有一個更大的面 然後做空中的連結喔 所以我們開個新檔 新的喔 全新的喔 好接著喔 我們先把 兩個基礎面定好 哪兩個呢 我們先看一下 首先是你要先查一下喔 我這個面 距地多遠 那同學這個就只有用 評估那邊的量測 有辦法辦到喔 同學選這個面 跟這條線距地420 所以我們在畫新的 造型的時候 我們畫完再跟這個椅面合併喔 我們需要一個 420的距離面 所以通常從這裡開始 全新的喔 然後建一個新的420基礎面 好 這樣就畫好了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怎麼來畫出第一個形狀喔 我們等下要設計的 這個造型 再辨識一下它的尺寸喔 大家看一下它的尺寸是 155 15 1515的造型 那我們看一下簡報這邊也有 這畫完了嘛 這個也做完了嘛 然後 接著 我們來畫一個 為什麼是185呢 因為155加兩邊15就是 155加15乘以2就是185 所以我們要畫一個 這個已經不是矩形喔 這個叫做四邊形 為什麼 因為四邊形的好處是 你在各個方向都可以畫出它的結合板金鍵 如果你是正的反而畫不出來 等一下就看得到了喔 那我們說我們畫一個185的造型 這畫完就先給同學喔 同學在這個新的草圖 高420的面上 我們畫一個草圖 可是使用的指令喔 不是傳統的矩形 它這個叫四邊形 多邊形啦 多邊形有四邊五邊六邊 隨便你選邊數嘛 把它改成四邊之後 鎖這裡 然後這個千萬不要歪掉 歪掉等下做不出來 就是對正最上面 就是垂直的部分 然後去標記185 同學呢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喔 這樣子就完成 不過這個也是要虛線啦 你就給它虛線畫 好我們看一下簡報這裡 就這樣 先見到這一頁應該沒有難度喔 這是第28頁畫面還給你 接下來我們來畫出呢 移角線 同學從這裡出發 這裡 那你的基準面 上基準面在這裡喔 那同學呢 我們草圖畫在上基準面 然後還是使用多邊形裡面的四邊 點這裡之後 千萬不要歪你 轉一個斜角 等一下就裝不上去了 一定要垂直的 它有一個垂直的記號 我看到這裡 它在鼠標旁邊會有一個垂直 就是直線的記號喔 接著標註這裡為385 一樣繼續使用喔 建構線的操作 你這個要改 Ctrl7看一下目前的進度 這樣是沒錯的喔 下一個用3D草圖來連 不可能是2D草圖嘛 3D草圖裡面的線就可以了 你的鼠標旁邊會有一個XY 不然的話不算是3D草圖喔 那我們現在把它連一連喔 畫完一條就ESC一下喔 繼續做 你一定要確實鎖到點喔 你不可以鎖到 像這個上面不對 就是腳對腳了喔 轉一下 做完的時候稍微轉轉看 那這個要不要變成線架構呢 就是說 這個是可變可不變啦 都可以喔 因為反正它是3D草圖 如果你要變也可以 我們看看剛才這裡 這裡的話是沒有變喔 那所以我現在 暫時還是保留 好同學呢 先做到這裡喔 畫面還給你